恒山在古时称为玄武山 它是中华五月中的北月 也是天下道教中全真派的圣地 恒山它东西也没有数百里 一共是有108封 它的主封海拔是在2016.1米 相传神话中的张国老 就是在恒山隐居浅修的 而且在恒山留下了不少的遗迹和传说 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是 山西大同的北越恒山 它最前面这个就是三元殿的 北越恒山这个山脚下的几个殿 看到这个 虫子这什么 这也不知道是啥呀 什么药材 它闻着有一个瓜子的味儿 什么香味呢 不知道这是啥 什么啊不认识 不认识 统称中药就对了 这个也不知道是啥 道教的普遍的建筑 有场地的特别大 你看这场地 外边那个场地都特别大一些 特别规整 进了进去 在这个地方坐大巴 13块一个人呢 单程的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上边的这个 踏山的这个这个停车区 张国老 这棵树 真的它上面安比了一枕怕被批啊 火风口 相传张国老 恒山修道是经常拴驴的地儿 白虚怪 这个里面有种很荒凉的感觉 它这个房屋的瓦片上的草都长得是很旺盛的 它这里面是禁止烧香的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往里边放钱呢 恒山建筑群 给官二爷这个放钱的还是 都是大面值的呀 还有一百的 整个恒山的所有那个庙 除了山下的那个 可以烧香 可以上香之外 其他山上的都不允许上香 然后它从那个 从下边那个停车场 从下边停车场走到这个有建筑群的这个地方 大概是要走 慢的话半个小时 但是它从下边然后再往上上 它真的是越上越高 它有的地方 是不让进 不让进的 就像它有脸 那边我看有两处 在山崖上建的那个建筑 游客好像就上面去 现在准备下山了 被摸了 已经被摸了不想动了 没有太热了 已经被摸了不想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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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准备下山了 现在准备下山了 这些建筑 真的是在山崖上建的 都不知道怎么建上去的 看这个 这个都不知道怎么上 这个建筑 在全的悬崖里面 在山崖上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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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崖上建筑